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音乐之声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巴赫狩猎协奏曲的音符追逐游戏 2.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的一国键盘冒险 3.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庄严回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巴赫狩猎协奏曲的音符追逐游戏 各位音乐爱好者,历史侦探 以及那些偶尔在YouTube上迷失方向的网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剧将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尤汉·斯巴斯蒂安·巴赫的一部作品 它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音符追逐游戏 那就是它的狩猎协奏曲BWV208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 尽管这部作品被称为狩猎协奏曲 但实际上,它是一首康塔塔 名为Was mir be hacked Ist not die my traject 唯有欢快的狩猎令我喜悦 这首康塔塔是为了庆祝萨克森 魏森菲尔斯公爵Christian的生日而创作的 巴赫在这里展示了他的幽默感 将狩猎的元素巧妙地融入音乐之中 想象一下 你穿着华丽的巴洛克时期的服装 正坐在一个装饰着金箔和精致壁画的大厅里 乐队开始演奏 而你的耳朵立刻被一连串活泼的音符捕获 这就是狩猎协奏曲的开始 音乐中的第一小提琴 就像是一只敏捷的猎犬 领着其他乐器在和声的森林中穿梭追逐 而低音部分则扮演着脚踏实地的猎人角色 稳重地跟随着保持节奏的均衡 巴赫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了各种音乐技巧 来模仿狩猎场景 比如 他使用了模仿号角的音乐主题 因为号角是狩猎时用来召集人们的工具 这些号角旋律在乐曲中回响 就像是在森林中回荡的号角声 召唤着猎人们集结 而且巴赫还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他的对位法大师级技巧 对位法就像是音乐中的迷宫 每个声部都在追逐着彼此 却又不断地交错合融合 在狩猎协奏曲中 巴赫让不同的乐器声部相互追逐 就像是猎物和猎人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 总之 巴赫的狩猎协奏曲 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 它更像是一场精彩的音乐剧 每个音符都充满了戏剧性和趣味性 听众仿佛可以看到那些穿着华丽服装的贵族们 在森林中骑马狩猎 而巴赫则是那位指挥着整个场景的大师 用他的音乐魔法让一切变得生动起来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狩猎协奏曲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参与一场18世纪的狩猎盛宴 而你的任务就是跟随巴赫的音符 一起在和声的森林中愉快地追逐 不过别忘了 这场游戏的最终目标不是捕获猎物 而是捕获那些逃跑的音符 让他们在你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回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的一国键盘冒险 各位音乐爱好者 历史探险家 以及偶尔迷路到这里的互联网漂流者 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的 是莫扎特那部著名的键盘作品 土耳其进行曲的一国冒险 请紧跟我的步伐 我们将穿越时空 一探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回到18世纪的维也纳 那是一个华府 假面舞会和精致甜点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我们的主角 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一个音乐神童 已经成为了一位成熟的作曲家 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不仅因为他们的美妙旋律 还因为莫扎特喜欢在作品中 加入一些小小的惊喜 土耳其进行曲 是莫扎特钢琴奏名曲 K331的第三乐章 他的正式名称 其实是Rondo Ella Turka 以为土耳其是回旋曲 这首曲子的节奏活泼 旋律欢快 模仿了当时欧洲人 对土耳其军乐的印象 你看 这就是莫扎特的幽默感 他把东方的异国琴调 带进了西方的音乐厅 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一点抑郁风情 但是 别以为这只是 一首简单的模仿作品 莫扎特在这首曲子中 巧妙地融合了 东西方的音乐元素 他使用了A小调这个调性 这在当时的欧洲音乐中 并不常见 因为他带有一种神秘和异国的色彩 同时 他还在曲子中加入了 许多快速的跳音和强烈的节奏 这些都是土耳其军乐的特点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这首曲子的冒险部分 土耳其进行曲 不仅仅是在音乐上的冒险 他还真正地走遍了世界 从18世纪的维也纳音乐厅 到今天的YouTube视频 从古典音乐会到 现代电子舞曲 这首曲子被无数次地 重新演绎和改编 他甚至还出现在了手机铃声和电子游戏中 可以说是一首真正的世界旅行者 最后 如果莫扎特知道他的这首曲子如此流行 他可能会心中暗自窃喜 毕竟 哪个作曲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够穿越时空 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喜爱呢 不过 他可能也会对现代的一些创意 改变感到有点困惑 毕竟 把土耳其进行曲 改变成重金属摇滚 或是电子舞曲 这可是连莫扎特自己都未曾想象过的冒险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土耳其进行曲 那熟悉的旋律时 不妨想一想 这首曲子已经走过了多少个国家 被多少个不同的文化所接纳和改编 这不仅仅是一首曲子 这是一段跨越了几个世纪的音乐旅程 一次真正的异国键盘冒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庄严回响 各位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安东 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 这部作品 不仅是布鲁克纳最受欢迎的交响曲之一 而且 他的庄严回响 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现在 请您坐好 调整您的耳朵 准备好 接受这位奥地利大叔的音乐震撼播 首先 布鲁克纳这位老兄 他的音乐 就像是他的胡子一样 浓密 而且有点扎人 他的作品 通常结构宏大 充满了深沉的宗教感 而且他对管弦乐队的运用 堪称大厨级别 总是喜欢大分量 大火力 第七交响曲 创作于1881年至1883年间 这部作品的首演 获得了巨大成功 可以说是布鲁克纳音乐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这部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特别是 据说是布鲁克纳为了悼念他的偶像 理查德·瓦格纳而做 当瓦格纳去世的消息传来时 布鲁克纳正在创作这一乐章 他于是在其中 加入了一段哀晚的号角独奏 以此向大师致敬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这部作品的幽默之处 想象一下 布鲁克纳在他的小教堂里 一边弹奏管风琴 一边构思这部交响曲 他可能在想 我要让这部作品的每一个音符 都像是从天堂直接传来的启示 然后他又想 但我也得让人们知道 我听过瓦格纳的作品 所以让我们来点大胆的和声转换 和激情的旋律吧 结果 我们得到了一部 既有布鲁克纳特有的 庄严神圣感 又步伐瓦格纳式的 戏剧张力的交响曲 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 就像是一座音乐的大教堂 每个乐章 都是一扇精美的彩色玻璃窗 透过它们 我们可以窥见 这位作曲家内心的信仰和情感 而且 这部作品的管弦乐编制中 还包括了一种特殊的乐器 瓦格纳管 这可是瓦格纳专门为他的歌剧 尼泊龙根的指环 设计的一种铜管乐器 布鲁克纳用它来增加乐队的 音色魅力 也算是对瓦格纳的另一种致敬 最后 如果你在听这部交响曲时 感觉到一种被音乐包围的感觉 那就不要惊讶了 布鲁克纳的音乐就是这样 它会慢慢地 不可抗拒地将你卷入其中 直到你发现自己 已经被那庄严的回响 完全吞没 这就是布鲁克纳的魔力 它的第七交响曲 不仅仅是一部作品 它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是一次庄严的音乐之旅 所以 敬请享受这场旅程吧 我的朋友们 让布鲁克纳的音符 带领你飞向音乐的星空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巴赫 莫扎特和布鲁克纳的作品 这些音乐巨匠 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音乐体验 和情感冲击 巴赫的狩猎协奏曲 让我们参与了一场 精心策划的音符追逐游戏 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次 异国键盘冒险 第七交响曲 让我们沉浸在 庄严回响的音乐之中 这些作曲家的音乐 不仅仅是音符的堆砌 它们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一种对生活和人类经验的思考 巴赫的幽默 莫扎特的创造力 和布鲁克纳的庄严 给了我们不同的感受 让我们的心灵 在音乐的世界中得到了滋养 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的解说和分析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乐趣和启发 但是 不要忘记 音乐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 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都有所不同 所以 我非常期待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巴赫 莫扎特和布鲁克纳的音乐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想和我们分享的观点呢 请在评论区 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在结束之前 我要感谢你们的收看和参与 我希望在未来的节目中 我们还能一起探索 更多有趣的音乐故事和作品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铃铛图标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